伯父 伯木 你们要走了 梁山伯 我再说一遍啊 英台要是出了什么差错呢 我就唯你试问 爹 伯父 您放心 别看了 他不会是赵清平的儿子 这老天爷不会作弄我们吧 爹 梁 再见了 再见 再见 伯父 再见 山伯 对不起啊 我爹一来就让你受委屈了 英台 没什么 你爹是疼你嘛 要是我爹还在的话 你也会很疼我的 嗯 嗯 你什么意思啊 在我们老爷面前 受肠给你抱在一块 我把一肠给你抱在一块啊 你还讲 我重点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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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干嘛 文材 你真要转到泥山书院去读书吗 嗯 爹 泥山书院是江南数一数二的民书院 丁老师又是有名的学舅 桃林满天下 他的学生都能在试举中名列前茅 我得去为邱维试举冲刺一番 嗯 你有这想法 爹赞成 不过试举就快到了 丁老师还会收学生吗 爹 我现在念的文采书院的王老师 与丁老师十分交好 我已经拜托王老师 帮我写了一封推荐信 丁老师一定会收我的 好 那你得多带书修去 以表重献之一 是爹 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 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 相续万余礼 各在天意啊 相续万余礼 各在天意来 道路足却长 会面安可知 道路足却长 会面安可知 好帅 好帅 这位兄台 请问丁老师现在人在何处 兄台 你在跟我说话 请问丁老师现在人在何处 在学堂里 要是 不认识 他去 请问丁老师 拿来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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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心念书 如此浮躁 你们这样将来还能成什么大事 大大夫应该太善崩于前而色不改 你们这是 学生马文才叩拜丁老师 马文才 是 起来起来起来 你有什么事吗 这封是文采书院王成坡老师的推荐信 请丁老师过目 马文才 老师 你过去在杭州的文采书院受教过 是啊 该书院的王老师在信中称赞你是不可多得的学子 史书礼乐样样出众 学生不才还需多学 王老师多多不吝指教 你太客气了 你在文采书院学得好好的 为何想短来此地呢 学生久闻宁山书院丁老师满腹才学 学生各个出色为朝廷所用 如今秋为事举就要来临 王老师希望学生来此受教 必能在老师严格教导下 与秋为事举中多个好成绩啊 过奖 过奖啊 学生备有树修 请老师过目 学生备有不匹二十匹 白饮五十两 上等茶叶一百斤 名家真机名画诗卷 请老师笑纳 这太隆重了吧 老师 如果这些不够的话 我还可以 够了 够了 好 既然你这么有诚心 老夫就打破惯例 多谢老师 慢着 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马文才 你的才学好到什么程度 老夫还得要试试看 请老师出题吧 马文才 你听清楚喽 替我雷桥三块十 剪开出自两重山 马族踏开岸上沙 分来复合 鲁烧播去江新月 水尽还原 好 好 还太好了 马文才 你果然如信中所说 才高八斗啊 你这个学生 我收下了 谢谢老师才爱 各位同学 大家欢迎新来的马文才 往后希望诸位同学多照应在下 谢谢 谢谢 山伯 老师 你带马文才到陆炳当先前住的房间安顿 是 马兄 请 梁兄 请 马兄 就是这间 还算优雅 只是有些凌乱 我来帮你整理 不用不用不用 怎么好意思劳烦您呢 有我的书头马尾来就成了 马兄 你出来乍到 很多地方一定不清楚 有什么问题 尽管找我就试了 以后希望你多多关照啊 哪里哪里 马兄啊 刚才跟老师对答 才学横溢 真令山伯佩服 你这个朋友啊 我山伯交定了 以后啊 还请马兄多多指教 哎 哎 梁兄啊 你太客气了 大家切磋就是了 嗯 哎 对了 有位上瑜县来的祝英台 他是泥山书院的学生 听说他的文才是一流的 英台啊 是泥山书院不可多得的好学生 哦 梁兄 我是丙颖年生的 你呢 小弟是丁某年生 哦 我大你一岁 那以后我就称呼你梁山伯了 文才兄 梁山伯 幸会幸会 文才兄 别忘了 你刚来书院 有什么需要 尽管找我就试了 好好好 我走了 请 辛苦了 少爷 马尾 把这弄干净 脏兮兮的怎么住人 升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 何不禀逐游 升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高姐 高姐 想吓死我啊 阴心 什么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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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找事情做啊 跑来吵我 走走走走 公子 你能不能注意到 今天书院新来的那个学生 排场好大哦 好像来头不小哦 那个人还风度翩翩的 连我看了 都心头想露乱状的 小姐 那个人肯定是您们之后 又是能跟他 跟他怎么样 迷心啊 我就快要考试了 别打扰我念书的情绪好不好 好啊 哦 你在看什么 噓 有一只蝴蝶呀 这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没事吧 没事吧 这位兄台 你有没有伤到哪了 没事没事 你竟然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对不起 我出来乍到 还没熟悉环境 所以我就 没关系没关系 事怪我自己不好 我们走了一起 这位兄台 在下马文才 可否交个朋友呢 当然当然 以后大家都是同畅同学嘛 兄台不知尊姓大名啊 我家公子姓祝 姓祝 祝贺的祝 小明英台 祝英台 好痛啊 放手 快放手 对不起 对不起啊 马文才 马文才 你的手劲好重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是在下太高兴了 若有冒犯之处 请多多包涵 马公子 你怎么这么看我家公子啊 在下是看 祝公子长得俊秀 两眼又充满了智慧 想必才华横溢 满腹经纶 那还要说 丁夫子曾说过 我家公子跟梁山伯 是霓山书院 近年来最优秀的学生呢 哦 这样啊 那以后希望能与祝兄 多切磋学问 还请祝兄您多多指教啊 哪里哪里 以后直接叫我祝英台就行了 祝英台 好 以后还请你多多指教 马文才 你太谦虚了 你的才学 刚才我已经见识过了 应该说 我要请你多指教 客气客气 喂 新来的 俗话说 路乡问俗 路国问尽 路家问尽 路书院 就得问规矩 看看谁是老大 别搞不清楚方向 万有你苦头吃啊 老大 请 散开 朱英台 这两个是 刚才跟你说话 那个长得又胖又矮的 叫欣平 另外一个呢 瘦瘦高高的 叫楼景文 这两个人呢 简直坏透了 你小心为妙 是吗 坏人我见多了 我看这两个不怎么样 你要是不听我的 吃亏的是你自己 是 是 多谢关照 还希望你多为在下排解疑难呢 喂 马文才 你怎么这么看人的 啊 在下是被祝兄的笑宴给吸引了 朱英台 你的笑宴灿如莲花 你要是个女孩子 那就美极了 喂 马文才 我们才出相识 你怎么将我比成女子 太无理了 失礼失礼 在下刚才有冒犯之处 请多多海涵 公子 公子 马公子在看我们 你看他一副贼眉贼眼的样子 不知道心里面怀什么鬼胎 以后可得离他远一点 走 走 走 文才兄 你找位子啊 嗯 嗯 你的位子在后面 马文才 你怎么不入座呢 老师 老师 学生耳力不佳 坐在后面 听不见老师在说什么 哦 哦 这样啊 老师 学生能否就坐梁山博的位子 哦 这有什么问题呢 哦 只要山博没问题 有何不可呢 谢谢老师 谢谢山博 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同窗嘛 马文才 是 老师 你出来学堂 在科业上进度若有不解之处 可以与祝英台相互切磋 老师 学生才输学浅 恐怕 哎 祝英台 你太谦虚了 大家都是同学 能帮忙尽量帮嘛 谢谢老师 嗯 还有啊 在生活上有什么需要 就叫梁山博帮忙 老师 我依不容辞 多谢山博 嗯 嗯 还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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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家翻开石巾的国风篇 傅四眼 文约易广 取笑风骚便可多德 哦 何谓风骚呢 楼经文 啊 嗯 老兴顶 嗯 再討別你啊 老郭敬文 老師 何謂風騷啊 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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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騷 什麼騷 淋騷 什麼 什麼騷 風騷 風騷 騷 我想到了 風騷 就是形容一個女子 放蕩 妖艷 不是什麼好貨色 胡言亂語 你真是個熊木熊 熊木不可雕啊 不敢了 馬文才 是 是 何謂風騷 啊 風是指詩經中的國風 騷呢 是指楚詞的李騷 改稱優秀文學的來源為風騷啊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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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嗯 樓敬偉 你在我這兒學習多時 竟然還答非所問 真該羞恥啊 哎呀 以後可得跟馬文才好好學習啊 啊 是 是 好啊 你先坐下 是 大家隨我念誦 凱風自難 吹筆集心 凱風自難 吹筆集心 集心搖搖 無事取勞 集心搖搖 無事取勞 好 老大 好 朱英台 可以跟你一起坐嗎 嗯 隨便啊 公子 您的飯盛好了 您的象牙筷子請用 好 我在外一向習慣用自己的筷子 免得染病上身 嗯 這位小哥 想必您就是祝公子的書童吧 是啊 我叫銀心 銀心 根本是女人的名字嘛 你說話客氣點 什麼女人不女人啊 小心我 銀心 不得無禮 對不起啊銀心 我這書童馬尾 口直心快 若有冒犯之處 請多多包涵 馬尾 在 向銀心道歉 是公子 欸 銀心小哥 對不起了 馬尾 我看 你應該叫馬腿 馬屁 欸 銀心 不要胡言亂語 馬文才 銀心什麼都好 就是輕服那些 對不起啊 欸 欸 哪裡 銀心是活潑 銀台 欸 文台兄 你也在這兒啊 楊山伯 一起吃飯 是祝銀台不嫌棄與我同做 欸 銀台 這是師母做的滷味小菜 說是特地為我做的 我拿來與你一起分享 謝謝 看這情景 梁山伯你與祝銀台情同手足啊 同窗嘛 大家本來就應該互相照應啊 來 媽 欸 他 快 公子 欸 馬文才 你不要怪罪我喔 都是梁山伯海的 你 你胡說啊 剛才明明是你自己撞過來 白碗他潑在馬公司身上的耶 你 你才胡說了 你們自己都看到了 是梁三伯撞我 還是我撞梁三伯 我看到了 是梁三伯故意撞欣平的 欸 你們怎麼都正眼說瞎話啊 欣平 你在我身後 你直叫燙 我起身幫你 怎麼能說我撞到你呢 就是啊 善不後腦勺又沒張眼睛 哈哈 你們兩個一顆冰孔出去的 想連手來欺負我 怎麼樣 你想打架啊 閒弟 誰怕誰啊 冷靜一點 有話好說 何必動粗呢 姓馬的 我們的閒事你少管 樓敬文 欣平把湯撒了我一身 也關係到我啊 姓馬的 我奉勸你一句話 想要在梁三書院混 你最好四項的耶 聽見沒 姓馬的 在這裡不要逞人 你們 處處替我老大的 你才不會忍麻煩上身 樓敬文 我馬文才來霓山書院是求學的 不是來尋仇的 請你給個面子 此事就此打住 喲 馬文才 你真的是屁股上畫眉毛 你好大的面子啊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呸 什麼東西要我給你面子 你跪下來叫我爺爺 喂 你們這現場 怎麼都不講道理的 太欺負人了吧 四九 你别插嘴 让我来 听见没有 姓妈的 快叫我们老大一声爷爷 老师叫你们吃不吃 龙敬文 你太过分了吧 给我打 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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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楼 不要打了 不要打 救命 来啊 龙敬文 你敢偷袭我 不要打了 你干什么 住手 全部都住手 你们干什么 你们一个一个人干什么 速度在哪里去了 是谁领头打架的 反了挑肺重裁三天 老师 是他 梁山伯 梁山伯 老师 是 梁山伯 老师 梁山伯 不是我们家公子 老师 梁山伯 山伯 跟我来 是 老师 不是的 是 梁台 我去就试了 山伯 山伯 还不快过来 是 是 大家听着 赶快把这收拾干净 否则我每个都罚 相关 事出必有因 我就不相信梁山伯 他会大头打架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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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这整件事情 都是楼静雯 哎呀 好了 好了 你以为老师真的不知道 打架之事 是楼静雯挑起来的吗 那你为什么不把楼静雯呢 楼静雯这个家伙 他一向好勇逞强 其实啊 他的本质并不差 可能是家庭环境太好 把他给宠坏了 我想 我们再努力些时日 放多一点爱心 慢慢地教导他 看看能不能导定他的行为 你是想玩蛇点头 绣木刻雕 嗯 耐心点 再观察吧 山伯 山伯 老师 以后你尽量避开楼静雯 尽量忍让 别再跟他有任何瓜葛 免得为了不求上进楼静雯 自毁虔诚 那就不值了 是 老师 学生会铭记在心的 嗯 老师 是 是我就不懂了 为什么我们家公子 还要忍气吞声 闭着楼静雯呢 四角 公子啊 事情总要有个道理嘛 你不该老师吃亏受气啊 这是我的错啊 这场假 我不但没有劝阻 还弄坏书院的东西 我对不起老师师母 从明天开始 我们还要多做一点事 来补偿书院的损失啊 你这孩子 真是董事的让我心疼 以后不准他提这种事 像果 你要是再把梁尚伯 就两位一块儿散进去 哎呀 不要这样啊 我是在为他好啊 你 师母 老师是爱护我 所以才提醒我 以前途为重 多谢老师提醒 学生下次不敢再犯了 好了好了 这没事 快回去 回去 怎么 还需要我用巴人大叫 抬你走啊 谢谢老师 谢谢师母 这邹靳文跟心品都不是读书的料 你就送他们回去吧 无泪不教 为师者要用尽心力 去教会每一位学生 除非他们自己放弃自己 如果不是 我绝不轻言放弃 明台 善婆 怎么样 老师没罚你啊 没有啊 朱公子 您先啊 夫子还大大夸奖我们家公子呢 我不信 你真的没事 老师没有怪你啊 真的没事 老师啊 只是提醒我 叫我少跟楼静雯接近 不要跟他起冲突 那就好了 我刚才啊 为你担心死了 是啊 梁公子 我家公子啊 打抱不平 白想进去为你说说好话 可是又怕惹老师不高兴 反而会害了你 多谢你这么关心我 我们是八败之交嘛 本来就应该互相关照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对对对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周英台 你好啊 找我有事啊 这个 我忘了带《论语为正片》了 想要跟你借一下 老师不也要我多跟你讨教吗 帮忙忙 感激不尽 好吧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那边找一找 好 马公子 马公子 请坐 好 银行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什么忙 我那梳头马尾 初来这里 对这里环境不熟 跑去洗衣服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 我一看就知道你心地善良 一定肯帮忙的 谢谢你咯 好 谢了 放哪儿去呢 放开我 放开我呀 银行 银行 银行出去了 朱银台 你有体香啊 什么体香啊 你别胡说八道 我鼻子可怜得很 朱银台 你有女人味 马文才 我看你长得风土翩翩 原来你这么轻挑 我这里不欢迎你 你给我出去 你别恼羞承诺 我马文才见过这么多人 男女 我分得很清楚 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的 滚 但是你书还没借给我呢 我不借了 不借了 你快出去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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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银行 你这是做什么 他欺负我 朱银台 你误会我了 我这个人心直口快 才说了几句你不喜欢听的话而已 你就不把书借给我了 明明是你欺负我 你还说是误会 梁山伯 你最公正了 来 你帮我评评理啊 刚刚我说的那些话 算不算欺负你啊 刚刚啊 我不准你说 银台 刚才吃晚饭的时候 文才兄还把我们打抱不平呢 他怎么会欺负你呢 就是啊 梁山伯 还是你了解我的为人 大家都是同窗了吧 如果我欺负朱银台 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马文才 把你的口才留在外面去说 诶 朱银台 你怎么心也这么小啊 像个姑娘家 玩笑也开不起啊 你 文才兄 你把他比作女人 难怪他会生气 他啊 是我兄弟 我们啊 是八败之交啊 哦 你们两位 是八败之交啊 嗯 我兄 他是弟啊 梁山伯 我是不是有幸 也可以跟你们结拜为三兄弟呢 喂 谁要跟你结拜啊 英台 大家都是同窗 每天见面的 你要何必这样呢 哼 朱银台 如果我说错的话 也是无心之过啊 算了 这本书我不借了 山伯 朱银台对我有误会 我先走了 银台 你也真是的 人家给你借书 你还拿胆子打人家 他真是太坏了 刚才他明明在这欺负我 他到底怎么欺负你的 他轻薄我 他轻薄我 你又不是女人 哎呀 山伯 反正你以后要跟他保持距离 哦 公子 哎呀 银星 你上哪去了 马公子 叫我帮他找马尾啊 哦 原来他故意把你支开 然后存心戏弄哦 他戏弄你 哎 银星 我想刚才是一场误会 好了 别生气了 你要的笔记 我全都带来了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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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老大 你差点射到我屁股了 你当我剑拔了 这个地方让给你们 你别乱来 那天老师叫你去 你说了我什么坏话 我没说你 我承认我错了 打架的事是我引起的 既然承认错误 为什么老师没有处罚你 龙静雯 你太过分了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闹出人命的 没有谁看到我射梁山伯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楼静雯 我看到了 马文才 文才兄 别跟楼静雯计较了 梁山伯 让我来处理 楼静雯 你刚刚拿剑射梁山伯 是什么意思 老子高兴射梁山伯 怎么样 那好 我就陪你来玩更高兴的事 什么更高兴的 你我分别站在那石头上 让对方射三箭 而且不能移动双脚 只能用手接箭 看谁接的箭多 谁就赢 你敢不敢 文才兄 别开玩笑了 既然楼静雯喜欢玩 我就舍命陪他玩 看谁才是真正好汉 怎么 楼静雯 你敢不敢 脚软了 谁不敢谁才能 马文才 是你提议的 你先站过去让我射三箭 怎么样 好 文才兄 算了吧 可以啊 叫我一声爷爷我就放过你 有什么好笑的 文才兄 大家都是同窗师兄弟 我们就让他们一点吧 不行 我一定要帮你出这口气 你放心 梁山伯 朱云台 这可是马文才找我挑战的 怪不得我 梁山伯 帮我拿着 先让开 龙静雯 来吧 马文才 我们读什么书影还没说呢 如果书的人叫对方爷爷 从今以后就服从对方 一言为定 老大加油 老大加油 真邪门 我就不相信 我 мог不相信 我可以相信 你很厉害 我书的人叫你放过的 你会帮我出现 诶诶诶 罗老大 这是你跟马王财土了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如果你不敢 就叫我一声爷爷 谁叫谁爷爷 还不知道呢 好啊 那就快站上去啊 罗老大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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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太兄 罗敬文认输就算了 罗敬文 你认输了吗 江湖把戏 唬人的 罗老大 加油 罗老大 加油 文太兄 千万要小心啊 别伤到人了 你放心 喂 马文财 喂 刚才我手下留情 你别乱射啊 等等 怎么了 罗敬文 诶 刚才我劳你一命 你不要恩将仇报啊 你不要恩将仇报啊 嗯 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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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